另外呢 再来呢 就叫清安觉 清安觉 这个清安觉 比较 我们常常提到的 什么是清安 为什么你却觉得清安 而且心里感觉到很平安 一切清安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觉得非常的清安 就修行人行者都会感觉到清安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解脱了 而且已经觉悟了 已经有了悟尽 所以会感觉到清安 悟什么呢 也就是悟 一切都是 我讲过的 一切都是无所得 因为人本身来讲 因为无名啊 人的无名啊 让你患得患失 一下子呢 你想得到 但得到了 你又害怕失去 失去了 又想得到 得到了 又想 又害怕失去 所以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在那边 忧患 忧愁 心理上不安 那你清安觉的意思就是讲说 你已经看破这一切 你从金刚经里面就可以知道啊 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 无所得 我常常以前讲过 我们人生 就是想买 一个窝 一个房子 每个人都想说赚钱 赚好的钱 买一个房子 自己有一个家 房子你真正可以得到吗 房子啊 那个房子 比你的寿命还长 等你走的时候 房子还在 你当你走的时候 那个房子还在 房子不是你 你 想买车子 其实车子也比我们寿命长得 长很多 不过车子也很容易坏 房子也很容易坏 我们人的身体也很容易坏 都是身外之物 我讲了 我讲了 财 不是你的 钱不是你的 美丽 青春也不是你的 是 我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 老菩萨 不要了 因为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变成老菩萨 而且呢 每一个人不一定比老菩萨慈祥 可能更难看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不是 没有办法 因为老菩萨 老菩萨几岁了 啊 86 老菩萨86了 你看老菩萨还 慈祥 看起来很慈祥 还很好看 真的 你们老的时候啊 比老菩萨还要 青春美色是保不住的 是保不住的 像那三位挤牌的 经常在世尊面前挤牌 说世尊你好帅 那是拿我二十几岁的相片在那边招摇 那三个坐在哪里啊 哦 他们在哪里 那个牌子还在吗 啊 放在上面 我每次拿着牌子 都说世尊你好帅 拿我二十几岁的照片在那边看 我看啊 你好帅 我自己心里也难过 真的 那是保不住的 那是保不住的 那帅是保不住的 那帅是保不住的 所以社不是保不住的 财也不是你的 社也是保不住的 民 那更是习惯 以前当总统的川普 现在的川普 对不对 另外呢 他还要出来再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得了 又失气了 现在呢 又想得 所以还要再选 那得了将来会怎么样 还是失 将来还是一样啊 也是没有的 过了 就算他在选上总统 这个做了几年 美国总统 四年 还不是失 保不住的 居然得失都保不住 得也是失 失也是得 得也是失 失也是得 居然是这样子 那你已经看破这个 你就得到清安 就会清安 你就算了 失去了就失去了 没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 就修法吧 心里也觉得安 人生就是这样子嘛 不是得就是失 不是失就是得 得了也会失 失了也会得 谁能够保得住呢 保不住的 既然保不住了 既然保不住了 失了就失了吧 得了就得了吧 也不要再去想 就感觉到 就感觉到 这就这样 清安节 因为你已经看破了 看破得失了 像金钱上的问题 有师尊是得 那得了呢 将来也会失 也会没有的 大家都知道是身外之物 带也带不走 所有的富豪也都是一样 也就是在沙佛世界 多多帮助众生吧 那个就是清安节 就是布施啊 多这个 圣言的Findation 多做布施 反正这个钱也不是 也是众生给的 得了 得了众生的这些钱 将来也会失去 那就布施吧 那也是好 那也是好事 得了就失 施了就得 得失之间 你已经看破了 你就得到了清安节 清安节 所以那我也没什么嘛 像我也 明年就八十岁 明年台湾岁就八十岁 在现在已经三月底了 那在十二减三等于九 九个月后 就台湾岁就八十岁了 八十岁 也没什么 以前觉得 我以前帮人家神算的时候 看到四十岁就觉得 四十岁怎么那么老 我现在是Double Double 是四十岁的 增加了一倍 八十岁了 怎么会那么老 我不觉得老 好啊 觉得很清安啊 觉得很轻松愉快啊 每一次啊 那从这个厕所里面啊 厄出来以后 走出来就觉得更加清安 因为把那个稍微重一点的东西 都已经放下了 身体觉得很轻松 很平安 很平安 觉得身体变干净 清啊 心里很安啊 晚上睡觉 睡得很好 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睡得很轻松 很愉快 只是不想醒来 每一次这个 师母就当我的闹钟 那师母如果没有当我的闹钟啊 是连其上师来敲我的门 师尊起床 我就知道师母身体不好 他都会来叫我起床 那 他都会来叫我起床 那 连其上师来敲我的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 哎呀 师母身体不好 替他担心 那其实自己 还可以啦 自己身体还可以 这是清安节 清安节 那么清安节在 就是一个是 折法节 一个是禁节 然后再来是喜节 再来是清安节 因为清安节 差不多都已经是解脱了 有解脱的感觉 有解脱的这种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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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